中国国民党102年党务志工嘉年华季成果展 10月31号上午在新北市政府六楼大礼堂举行 来自全国各县市的党务志工团队齐聚一堂 除了舞台上的表演 各地区的志工也以当地的特色展现他们的服务成果 国民党副主席曾永泉也特地到场为这群志工朋友们加油打起 中国国民党4月31号上午在新北市政府六楼大礼堂举办102年党务志工嘉年华季成果展 今年的主题定定为微笑火力 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务志工纷纷展现了各自的特色 像是来自彰化社头的黑皮志工队 便以当地著名的袜子和芭拉作为成果展现 志工妈妈们还穿上了用袜子做的围裙和帽子 自己家里面都有相关的一些之外的产业 所以我们也结合了他的兴趣 那另外是他们做一个志工的一个意愿 所以我们就将我们整个团的特色 结合在他们的整个的产业文化当中寓教于乐 国民党副主席曾永泉也亲自到场为各地区的党团志工加油打起 他表示这些志工不求回馈的无私付出 就是台湾最坚毅的力量 而他们的笑容更让人感受到十比受更有福的温暖 不同的地方的一些特产 但是都一样的非常好 还有编织手工艺的 还有地方土产的 每一个摊的都很好 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每一个志工的脸充满了微笑 这场党务志工嘉年华继成果发表 现场热闹滚滚 志工们都表示能够为他人服务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虽然是很辛苦 但是我们志工同伴们是一个很有使命感 不怕没事情做 只怕没事情做 温乐一直来当志工 然后说别人很快乐 我们也就得到很快乐 来自全国22个县市的党务志工 难得能够齐聚一堂 大家也互相观摩 并期许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为社会贡献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